去结缘 这个人不理你 那我又用心跟他结缘 回向 就像我们会回向这两个消防队员 那我们跟他结缘 搞不好他人家已经升天了 这么多人在超度 因为他们两个是为公殉职的 引起我们的悲心跟同情心 很多人都在念 当天发生的时候 我们就帮他写把牌位 然后呢就帮他超度 我也知道离苦了 所以但是呢 就算他们去净土了 现在再增加品位 结缘嘛 所以我们不断的结缘 直到对方成佛为止 所以没有对方你也不可能成佛 没有对方你不可能修悲心的资粮 但是各位就不要急 不要急 平静这个就是空性 而且懂得调伏 该调伏了该怎么样善巧方便 所以那这两个都要学 所以那佛教有这么多法门呢 但是我们还是就像现在天气热热 有点凉风 就像你坐在你家的通风的地方树下 你不能再睡去呢 你不要在这边胡思乱想 我以前在恒春我发现 恒春大概是太热了 很多人都会胡思乱想 想女人想男人 很多谐音的事情发生 我在那边看 天气热的地方 很容易想东想西 连女人都有外遇 奇怪 因为那个姻缘就是这样 那我也有那个感觉吧 当然也不是说 这是他们各地方的姻缘 那为什么 想太多 营营无事 想女人想女人 那这样对你没帮助 所以那你要 就像各位现在营营无事 但是忙得关心众生 你自己有事吗 没有 有什么烦恼吗 哪有没有 会听但是没差别 那是严谱啊 这是正常啊 竟然有友好吗 我哪知道 虽然啊 不会执着 不同样 我儿子是怎么不友好 我儿子会听我的话 你这个叫执着 你不信因果 这个有因果的 有因缘的 接受 接受 接受以后 慢慢它就会改变 你不接受就是对抗 对抗 这个孩子还要努力 你现在得肺癌 接受 为什么因为你过去 小小点 抱怨 然后呢 过去呢 可能买卖牛奶 杀母牛 这是我的业报 我负责忏悔 我心平静 不要再细细念了 念老人 念小孩 那你就不会得乳癌 你平静了 然后你去做善事放生 你又发觉 乳癌指数不见了 因为你心平静了 冤心在主 也得到你的超度了 因为你跟他忏悔 所以我想各位 每个人都会生病 而不是说 不生病才好念佛 生病不好念佛 不生病更能够念佛 生病更要精进念佛 快死了更要念佛 而且时时刻刻就会死 所以各位不要想太多 有些人虽然很孝顺 孝顺也变成烦恼了 我老爸要如何 我老婆要如何 要怎样也没办法 你就尽力就好 三宝会安排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你就不要 随便用你自己的起心动念 去做那个事情 要随缘 所以有时候我觉得 只叮咚 只叮 劲啊 劲啊 劲就要劲劲 大家都说几句话 你到医院 然后别人跟你安排 好 就安排 既然他安排了 那我心里还是随缘 不安排我也随缘 这样就没事了 我硬要这个 我不要那个 那心里又乱了 乱了病就来了 医生只能医你的身 又医不了你的心 你的心要靠自己 靠佛 那各位 我这样说的意思 养成这种人格习惯 养成这种人格习惯 我今天交了钱 要去买那个房子 结果钱交出去了 人家跑去 半天就没了 房子也没了 你刚才靠几天 随缘 随缘 那结果 近了一年 有这间房子发生大火灾 啊 原来那间喔 咱借 所以 我这个比喻 不能拍心说 笑下去 意思是说 因为你福报大 你能了解 他不会死呢 对方 虽然贪到 结果 业长来 所以我想各位去赶飞机 赶得要命 你已经尽力了 不要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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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会出车祸 好吧 我尽力 尽力 还是守交通规矩 真的会人去买骑 但是结果你留下来有更好的因缘 更好的因缘 这个因缘要让你去碰到你的妈妈 去开悟 飞机虽然飞了 但是你得到一个开悟的助缘 生命 人生观改变了 那各位这个叫 念一下 随缘自在 所以这个因缘所生法 我们不是佛 我们不会看 我哪里知道 唯有佛可以真实的观音 阿罗汉还是有限的 但是 那 但是我随顺因缘 我们尽量 这样就好了 但是还是保持悲心 但是接受一切 对我各位公患 好 76 页 这个十念 平常各位在家里最好用 拜的 因为我们是十法界 十法界众生 所以包括佛已经圆满了 各个都成就阿弥陀佛的果位 各个都得到观音圆满的加持 当然你有体力就拜二十拜 三十拜 四十九拜 一百零八拜 为法界众生 再拜佛 祈求观音菩萨 非常慈悲 那各位要一直练习吧 让自己 你就像一个主持节目的人 跟你两个钟头 因为大家很无聊 结婚很无聊 找个主持人 从头到尾就不会无聊了 因为他节目精彩 所以各位你要让你的心 保持在这种斗志的 精进的 快乐的 信心的状态 不但如此 你快乐 也让众生因为你而快乐了 对不对 就像我们用各种方法来拜佛 所以法无定法 佛法没有固定什么 佛法都是为了对质的方便 那你要善巧方便 古时候跟现在又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了 那以后又跟现在又不一样了 所以我想现在的时代 像网络时代 不一样了 如果你不会玩网络 你可以退休了 所以 为什么 因为你等于只能射受自己了 你对世界影响力就少了 但是现在网络时代 你可以影响非洲 所以我们现在把佛法要翻成印尼化 翻成各国的语言 详尽办法 非洲现在手机很多 只要他有手机 太好了 用一张庄严的图像 加上他当地的语言 他一定会看的 就像一首好歌 美国人的歌 英国人的歌 日本人的歌 只要好听 谁都听 透过这个好歌 里面歌词又感动人 谁都会念 那这样就把佛法传播出去了 所以爱 慈悲 智慧 要用什么方法 传播 那各位你就要 心要平静 要仔细 观察力要强 而且悲心要够 如果你悲心不够 你就想不出最好的方法来对待他 什么叫悲心 就是这样 你很在乎对方 你就会用对方最在乎的方法给对方 你不能站在高高的 我是爸爸 你是儿子 我给你罵 给你罵 那孩子永远不听你的 因为你没有站在他的角度 小朋友本来就是好动 爱玩 看手机 所以很多妈妈来找我 师傅 我的儿子天天看手机 我说现在是 你跟我讲的是全世界的新闻 所有的小朋友都按手机 除了这些讨个派记 你不用操心 这个是正常的 只是如何利用手机 让他能够更进步 这样就好了 举办手机比赛 看谁厉害 所以那你要用方法 但是你很操心 因为你不了解小朋友的心态 他这么可能不玩手机 有些爸爸真的很凶 干脆手机把你抢起来 可能事情发生了 跳牢阻伤 而且他生生他已经离家出走 不理你了 因为你把他手机没收了 因为手机是他的心脏 他生命都皈依 他没有男朋友 没有女朋友 无聊的钥匙 我有手机陪他 你还把他没收 所以这个就是太强迫了 太强烈我知 虽然你是好心 结果你害死了对方 破坏了母子关系 所以各位在这一点 你要一直求佛加持 不要烦恼 求佛加持很平静的 求佛加持念佛诵经 你会开智慧 佛陀会加持 佛陀会创造因缘 不然我们念那么多经干嘛 念那么多经 他从鬼道可以升天去净土 对不对 念那么多经 我们就好好修行 癌症可以好起来 亏钱的可以赚钱 所以你不要烦恼 你只管修行 祈愿 那只要是善愿 佛陀没有不满愿 没有不感应道交 这点各位爱 很有信心 很有信心 所以你现在坐在你当门口 他们每天这样 搭车车 自动车 开车 整天走来走去 不知道你没影响 但是你为他们念阿弥陀佛 你为他们念心经 每一部佛号经典 咒语都有它特殊的加持力 祈愿 祈愿阿弥陀佛的四十八观 祈愿观音菩萨的十二大愿 祈愿释迦牟尼佛的五百大愿 每一个佛祈愿度母的力量 你只要付出这就好了 去为他们祈愿 回向 因缘成熟 因为他过去有他的因缘 但他不是他 他不是他 我说这个你要看因果 好了 我帮你找人家问问 他问 哇 这第三个女孩是过去的媳妇 过去就很不合格 虐待 这媳妇叫她孤独 现在要来补完修了 倒台来做她疼命的女孩 每天给你补完修 公司交给她 睡到两点才来 公司交给她 睡到两点才来 我整天说下去就起神罗名 我说喂喂喂 大家啊 你现在晚上整天要把你搁头 上次人给你虐待 我跟你说 所以这个是真相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信徒 生两个儿子宝贝 一个七岁 一个六岁 家里很有钱 这两天我讲过了 结果这个小的一直没事 趁大的不在就 在睡觉 把他搁 搁到整身屋都 像娘妻子在头搁 阿嬷心疼得不死 疼得不死 然后只能找医生 医生说好动啊 好动啊 这个大的就很怕他 很怕他 都不敢跟他说话 看着他又跑来 好动啊要搁 他也不去搁 别人只搁这些 然后他们就很烦恼 我说这个要看因果 这个不是我们光这样 当然你也求东求西 什么是你也救过了 也是照搁 那你要了解因缘果报 那我帮你问问 结果答案呢 这个大儿子 丁世郎也是好业人 独身狗 但是没办法 没办法就要去找一个书童 来陪他玩 要解吗 结果这个富贵子 经常虐待这个平贱的书童 了解吗 没办法就只怕 但是不可以让他很痛苦 好了 事没办法 这四人继续来 现在以前是书童 现在做你兄弟 阿公阿嬷又疼他 你才叫历史了 然后问我怎么办 我问你要跟你的大孙子说 这个故事你就老实跟他讲 然后呢 他自然会有感应 你说他有信这个 这跟这个没关系 佛陀讲你只要把真相给他看 讲出来他自然有感应 所以你跟你大孙子这样说 不要怪他 那现在呢 有钱嘛 阿嬷把钱给你 你去老人院啊 被虐待的小孩啊 孤儿院啊 你也帮他去护持那些小修行人啊 你也帮他去做晃生 回向给弟弟 那是用弟弟的名义去做 以后他就不会咬你 因为你给他讲一下 这个叫佛教的因果 但是你以后不要跟他大小声说 我是你哥哥 你要说哎呀 我曾经对不起你啊 磕磕气气 所以我想各位 那在这一点怎么办 我们也不是每个人都可以了解因缘啊 但是你只要求佛加持 我已经尽力了 但是求佛菩萨安排 那我广修功德 但是各位你相信呢 佛菩萨比任何的都还通 他会引导你 你突然会想到有人来找你去放生 有人找你去关心孤儿院 佛菩萨就给你吐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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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你想到这个 让你想到那个 你只要你冷静 让你做这个 一样把这个事情 你不知道英国你也把这个事情做完了 一样他也改变了 所以你会觉得 哦 大辈做不可思议 哦 钥匙做不可思议 事实上是每一部经都不可思议了 只是